哇 直接血量打到剩下一格啊 太神了 游戲大賽18隊各校精英角逐總冠軍 原來是仿照電競 競爭的確是一體體知識問答 學到那個就醫的知識 然後還有如果看到人 看到人那個昏倒怎麼辦 就是不要碰到煙瓶或毒品 然後毒品有分為四類 還用那個塑膠袋做衣服 再用那個裝米的袋子做成裙子 搶眼的角色裝扮見具環保 而團體競賽比誰最懂健康 全國首創 我們7000體裡面呢 其實有18個類別 像我剛剛講到的淹汗 還有我們熟悉的長照 還有失智還有營養運動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未來的教育是希望孩子 可以彼此團結合作 然後面對問題的時候 攜手共同思考共同去歸納最好的方式 醫療知識有戲化 沒了枯燥法會 多得刺激與歡樂 帶一請問稍事解讀英豪 台北舞蹈